甘肃呢这次呢由甘肃省政府带着全国召集加盟商 就是明着骗 诈骗全国的钱财 在全国开展的大型骗局 当然了像甘肃天水这种政府省政府带队行骗 在中国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府部门的人要业绩 他本身呢在山域领域呢基本全都属于不学无术 啥都不懂的 他又要业绩 所以底下的人作为一个骗的模式 把全中国的钱都骗过来 他就高兴了 后果他来担着明知道是骗 他也会去干 没有后果嘛 骗完了你找不着人嘛 所以你想在中国呀 想当个骗子 只要你跟政府有点关系 或者能找到政府的那个痛点 就特别容易 没有骗不到钱呢 天水麻辣烫 扎堆倒闭 这不是我编的新闻头目 这是中国国内正经新闻的标题 叫天水麻辣烫 扎堆倒闭 我呢以前视频跟大家说过 中国国内的资博烧烤啊 什么哈尔滨的南方小土豆啊 天水的麻辣烫啊 骨子里都一样 政府行为 不是市场行为 这是没有可能长久赚钱的 属于忽悠人的假象 而且跟大家也讲过他们的经济效益 但是我呢 也挺万万没有想到的 中国国内现在有这么多傻子 啊 这么多傻子 竟然真的被甘肃政府忽悠到了 相信天水麻辣烫 这种骗人的玩意儿 真的去天水 加盟 麻辣烫了 真是加盟麻辣烫了 所以看了这个文章 我也是看了国内文章才知道 今年初呢 甘肃政府大力宣传天水的麻辣烫 于是呢 大量政府主导的骗局出现 全国各地 很多人按照新闻叫上千人 怀揣赚钱梦想 花重金去了甘肃天水 加盟了当地的麻辣烫机构 希望借此开启自己的赚钱旅程 然后呢 这些人创业的小船 肯定是还没出港就沉了 为啥呢 因为加盟店一开始的时候 就基本属于倒闭的时候 正经的国内新闻用的词 叫扎堆倒闭 对 我呢 评价就是这些叫 怀揣金钱 发财梦想 同时又不学无数的创业者 目前基本全军覆没 加盟店呢 倒闭了 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就开篇跟大家讲的 就无知者无畏 你都不知道商业这个玩意儿是什么 怎么赚钱规律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餐饮这个专业的行业是什么 您就敢花那么多钱去做 加盟 那你不就是死吗 就是你做任何生意 管得他叫加盟还叫盟家 你做任何生意 你得懂得商业的基础规律 你得知道钱进钱出 你的从哪钱能进来 谁能给你进来 怎么保证进来 你的钱在哪花出去 没想明白 进来之前 你不能出钱 不能掏钱呢 这都不懂 然后呢 怎么搞餐饮 餐饮的整个行业 专门的东西 领域里面 大量的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都不知道 你就赶上 这就是死 不是拿了他 任何行业都一样 我基本上叫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跟外行一说 哇特别火热 去了 内行都是特别冷静 问很多很多问题 现在呢 国内因为大家都知道 经济形势这么下降 但是一点不缺 妥妥的等着被载的打飞扬 就是大量的 包括有人很多 问我的准备 创业的创业者打飞扬 啥都不懂 商业的知识 商业的经验 专业的知识 技能都没有 就敢杀到商业市场里 就像这个天水麻烦上 就敢交钱 你听着什么连锁 加盟特许经营高大上的 实际上 你只要进去 那本质上就是把钱往水里扔 跟大家再强调一遍 无知者才可能无畏 越懂的人越敬畏 越懂的人越小心翼翼 因为他能看得见 不管多简单的事 都是由 只要是想赚钱 都是由很复杂的细节来决定的 你看不出很复杂的细节 你就不是专业的 所以你大街上 谁告诉你 干这个 干这个 一二三就挣钱了 全是忽悠你 你买这个商品房 你买的底商 买的挣钱的 放屁 你租谁啊 你买了以后 十年租不出去 你挣钱吗 那房子都坏蛋了 对啊 真正能挣钱的图形都极其复杂 没有一个不复杂的 所以正经挣钱的 如果不是特别复杂的体系 跟你说都是骗子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不管你是不是麻辣烫 还是任何东西 只要你干餐饮 因为现在国内餐饮门槛低 进餐饮的人太多了 加盟餐饮体系 记住了啊 他要有两个东西给你 一个呢 就是包含了六大基础体系的餐饮的加盟手册 六大基础体系是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啊 里面还有专业的 这是加盟手册 第二个就是要为你们加盟这些人提供长期真实有效实践的支持跟服务 这里面包括认真长期的培训 这两者缺一不可 那这套加盟的这个服务体系里都包括市场六块市场推广体系 运营管理体系 人员培训体系 后勤保障体系 财务管理体系 以及什么 风险控制跟常见问题回答 知道吗 这六部分是所有的商业加盟必备的一个玩意儿 里面所有的细到了能够支持 直接指导你操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在加盟手册里写得很清楚 六块缺一不可 对啊 你说我要不知道的 比如第一块市场推广体系 如果不写得很清楚 您都不知道怎么把您开餐厅的这个信息 餐厅里有什么的信息 传递到你的目标客户里面去 现在是超级竞争的状态 你都传不过去 你就是白给人吃饭 不要钱你放心 你在小区那开都没多少人关顾 因为都不知道有点白吃饭 网络时代 获得客户的成本 比线下的还便宜 很贵了 线下更贵 互联网上千人到达成本 一个信息传到一千人那 就得几千三万块钱 你通知一千个人说你开店在哪开什么信息 通知这个行为传递到别人的都要很多钱 对这里面的目标客群都在哪 他们会不会来吃饭你都不知道 所以市场推广体系都是加盟总部在做 他打品牌 他来招揽客户 往你这输倒 市场推广体系没有 你都没有客户 你做个屁啊 然后没有完整的运营管理体系客户来了 没有这个体系 你就不能保证前厅后厨采购这三个部分 顺畅的运行 经营中就不断出毛病 你根本就做不好 剩下的一名字不细讲了 人员培训 后勤保障 财务管理 封控及常见问回答 你一听就知道 这才是一个真正加盟罪基础的 没有详细的可持双方案 那您掏的这加盟费 您干了就不是加盟 您是被骗了 是找死去了 除了六个体系 加盟手套 还有包括不同的餐饮里面的 所有专业餐饮的细则 做饭怎么做 怎么做菜 什么怎么打盒 怎么配菜等等 这些东西 全有给你 你投资加盟 此外呢 是真实有效的服务 而天水这麻辣烫呢 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相关的人 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这怎么不就骗吗 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既没有加盟手册 也没有统一的市场支持 管理支持 人员培训 后勤支持 这就是骗 这就是政府带着的一次名片 这次甘肃大量的相关的东西支持 所以甘肃呢 这一次呢 由甘肃省政府带着全国召集加盟商 就是明着骗 诈骗全国的钱财 在全国开展的大型骗局 跟大家顺便说一下 在中国啊 什么加盟 连锁特许经营委托支援等等这些模式 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应的法律规范也不一样 这些不同模式 他们代表着这个经营者 给你们转移的所有权 使用权 租赁权 知识产权等都归属于不同的法律属性 签的合同都不一样 政府的法人结构的商业约定都不一样 所以我跟你说 在中国为什么我说没有人做生意啊 大家不要觉得我讲的戏 就是没什么人懂 中国从上到下都没什么人懂 因为大家都愿意骗 政府的愿意利用政府民去骗 底下都骗 就没什么好好踏踏实实干的 当然了像甘肃天水这种政府 省政府带队行骗 在中国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府部门的人要业绩 他本身呢 在善意领域呢 基本全都属于不学无术 啥都不懂的 他又要业绩 所以底下的人作为一个骗的模式 把全中国的钱都骗过来 他就高兴了 后果他来担着 明知道是骗 他也会去干 没有后果嘛 骗完了你找不着人嘛 那被骗的人呢 那都是什么都不懂 就希望一夜暴富自愿上当吧 所以你想在中国呀 想当个骗子 只要你跟政府有点关系 或者能找到政府的那个痛点 就特别容易 没有骗不到钱呢 我原来跟大家讲 我说我要有空给大家开一个骗子的课程 有多少种骗人的思维跟方式的排列组合 这里面很多都是跟政府各个领域有合作的 政府会很高兴跟你一起去骗的 真的是这样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说了 所有中共的政府官员 在我当天在国际做生意就发现了 在商业技术领域 商业专业领域都不学无术 又浩大喜功 喜欢要政绩 他们身边那种亲近的所谓专业人士 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 而且他们不承担后果 不承担后果 所以要在中国真的建立高端骗局啊 对整个社会来讲 没有后果 高降维打击 比如说电动新能源汽车 那是标准的大骗局 我讲过了 把一个这个快速消费品 把一个耐用消费品员成快速消费品 标准大骗局 所有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老板 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补贴 跟大量地方政策的支持 全死 没有商业行为 买车的人就出特别多问题 你慢慢你往下就知道了 对吧 那这些企业的地方政府 带着企业骗什么 骗中央政府和投资机构的钱 骗社会大众的钱 这个是很简单做的局 模式上不叫楼 但很简单的局 就是抓住了地方政府的痛点 还有甚至于中央政府的痛点 能够一直骗下去 当然我跟大家讲了 买车的你就惨了 你最后等什么时候 你要把车卖了 不开了或者报废的时候 您回头算一下 你突然间发现 你花的钱绝对不比燃油车少 你浪费的时间 你焦虑的成本等等 各东西比燃油车多的多 还有你危险系数大的多等等 人生的很多习惯都会帮你改变了 对 你不会少的啊 你只会多 但是没有用 说了大家也没有用 不听 说了大家也没有用 不听 就中国政府会带着你的骗子 带着你骗子 骗局这个事不说了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 就是机会 我也没有忙得很 就是中国现在爆雷的什么 顶一峰之类的 应该知道吧 瑞丰拿基金骗了50个亿 跑路了 跟大家讲 这都是低端局 虽然他也是跟合作 但是跟政府内 比如说跟新三板 中国证监会里面 跟新三板里面相关的人员 这个里面的合作 北京商业交易所的 还有证监会里面的人合作 他设计的骗局 所以这种骗局是比较low 但是效率高 就是像瑞丰拿这种效率特别高 就这50个亿啊 低买高卖一下套钱走了 效率特别高 骗完了就直接拿钱走 几十亿拿钱走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很正常的一个事 政府官员我再说一遍 基本上都不学专业知识跟文化 他们的心思都用在相互之间 勾心斗角 吹牛拍马上 但是我呢 确实太忙了 没时间做这个课 估计要明年了 明年有空的时候 我要有时间跟大家做这个课 但是我希望你们学会了以后 学会了以后 还是要主要去骗 中共的政府 千万别去骗老百姓啊 因果报应的 骗中国共产党的钱 你有福报 骗老百姓的钱有业障 好吧 感谢大家花经理 听我瞎嗶嗶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